Neymar one-on-one Let's see if the superstar can produce something special Neymar To William In to the area William The Brazil score 吃零食 压力大 又让你为 段长青春斗了吗 夏天脸上 特别容易出油 特别是如果你是制豆体质 一定会想要在饮食上特别小心 不然豆豆随时就要来袭 但是吃什么能改善青春豆 什么容易让你在暴豆 在网路上重受粉约 看完一圈就会觉得 噢天啊 人生好难 当你现在放弃战斗 暑假就开始了 年也烂了 好啦 但是今天不是来发送负能量的 我们来补充点血清素吧 甜食是一种充满魔力的东西 像台北周两三部就出现的咖啡厅 几乎每一间都有卖自己的独特甜蜜 如果睡觉前嘴残了 到楼下的便利商店 也随随便便就能买到天吃甜食 这种东西对现代人来说 根本是脱手可得 可是在结账的前一刻 入口的前一刻 脑中都会有个小小的声音 告诉你 噢不 你吃了这个会变胖 还会讲痘痘呢 这些东西到底跟您脸上的痘痘有没有关系 往路上充满这些都市传说 专家各说各话听到了这个印度专项 而且大多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解答 所以我们拍这支影片来回顾一下几名文献 系统性地整理一下 常管的研究方法吧 首先2007年的研究中 随即安排了43名男性青春痘患者 进行12周的试验 一部分的人采低糖饮食 一部分的人折高糖饮食 发现低糖饮食的病人青春痘的数量降低了许多 诶 那这样结论不是很清楚吗 等一下哦 可是这些研究人员也注意到了 进行低糖饮食的这群人 也在过程中减弃了更多的体重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低糖 还是体重的关系 改善了青春痘 后来R.N. Smith大大还有陆训进行几篇研究 方法更强大 也更严谨 但是因为人体许多潜在的因素 不以控制 所以很难建立确切的结论 不过从理论上来说 吃含糖的食物 一个叫做IGF-1 類移岛素生长因子会被分泌 导致某些制粉刺因子的作用 IGF-1分泌得多 也增加了皮脂的产生 所以虽然具体的机制还不够明确 至少 可以试着避开高升糖的食物 像是 这个 这个 或这个 诶等等 巧克力 1969年美国医学会杂志 刊出了一篇研究 他们找来65名 有轻微青春痘的参与者 每天被要求要吃 含10倍的可可巧克力棒 好 我也想要 对照主则吃不含可可纸的食物棒 持续四个星期以后 结果发现实验所和对照主间的差异 并不显著 不足以有临床的意义 所以这篇作者的结论 认为吃大量巧克力 不会明显的导致青春痘 等一下 2016年第一篇 近期发表在国际皮肤病杂志的研究 找来了已经长青春痘的男性 吃99%的黑巧克力 来进行研究 结果是支持巧克力 可能会使青春痘恶化的 简单来说 在学界 支持和反对的研究 都有 唉 不好意思啦 总之 目前还是没有可靠的证据 可以证明 巧克力会如何影响青春痘的发病 但是不管如何 大多巧克力都含有糖分 或其他添加物 除非你想和自己的身材作对啊 不然还是不介意吃过量啦 最后还有你 和你 这两个小淘气 让大家又爱又恨的 2007年和2010年各有一期研究 分别找来了 3000多名和5000多名的青少年 来观察青春痘 还有各类饮食的关系 第一项研究之中 研究人员没有发现高脂肪饮食 和青春痘有关联 可是第二项研究 却发现了青春痘 和多吃油价食物 有相关性 没错 这就是现实 有可能 但证据不足 爱喝牛奶的人很多 针对牛奶的研究 当然也有 一项研究分析了4万多名女性 在她们高中实习的饮食习惯 发现青春痘和牛奶的摄取 可能有关系 作者认为牛奶中的天然荷尔蒙 或其他生物活性成分 会加剧青春痘的形成 可即便如此 最近研究都还是无法确定 恶化青春痘的牛奶摄取量 也不知道牛奶影响青春痘的原因 好吧 干一杯牛奶 你会发现人体真是个复杂的机器啊 科学家投入了大笔的时间很惊奇的研究 到目前仍然无法追根究底 但至少综合这些观察和实验数据可以告诉你 饮食和青春痘 确实存在了关联 但是每个人都有个体上的体质差异 你跟我同样吃一份咸酥鸡 不可能没事 你隔天却长了满点痘 送啦 所以如果你是平常不太会长痘的人 放心 你就继续放纵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 油炸、甜食和高升糖的食物 从健康角度来看 还是不建议摄取太多 听话 好吗? 平常会长痘的朋友 看看你手上的食物 如果某专家告诉你 就是可能恶化青春痘的食物 你吃了却没事 那也倒是不用太害怕 小反的如果你发现每次吃某个东西就暴斗 那不管研究认为他和青春痘的观念是多高 你就自己避开吧 拍这支影片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 看了一大堆饮食和青春痘的文献 还是没有办法给大家百分之百的肯定答案 但是毕竟是很重要的议题 还是希望能拍出来 为大家解决多年来的疑惑 我们是Med Partner 有一群医师、药师、营养师、化妆品配方式组成的专业团队 如果想看更多保养保健的兽顺的知识教学 疑似破解 还有偶尔打脸不笑场上的影片 欢迎留言按赞分享 也别忘了按下订阅以及旁边的小铃铛 追踪最新的影片哦